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自己也说了我上一壘之后我就已经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了 然后下一棒帮他推进他滑壘上三壘的时候 通常我们棒球员滑壘的时候 我们会是采用一个下面那只脚是弯曲的 上面那只脚是伸直的 然后他上面那只脚伸直的那只脚 是刚刚被打到的那只脚 所以他刚刚那只脚可能就稍微有受影响 他没有伸直 他没有办法完全的伸直 他可能那只脚有点弯曲 所以就不小心又撞到 撞到红土 戳到红土有点截掉 运动伤害就是这样子 你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他就很可能会导致其他地方也跟着受伤 所以就一般运动员最怕的就是这种 所谓的关节上面的受伤 可能附件都是上一年两年 那可能就会消失在这个所谓的运动体坛上 那最有名你看这个 我们在美日的这个职棒界 你看最有名这个杨戴刚也是 之前在几年前 他也是因为这个滑蕾的关系 你在滑的时候脚会 一只脚是弓的 所以他一滑的时候 直接膝盖先着地 所以等于撞上去就产生撕裂伤 他复原 他中断了他346场 他联赛346场的记录 就因为这个不小心的 这个膝盖触地的撕裂伤 那另外在旅美的陈伟英也是一样 他之前也是大概2014年左右 他是因为他的这个右膝长骨刺 那他也纠缠了大概两三年 他一直觉得改油改油 但是他也没有去处理 电视机前没有老人家都知道 骨刺医生都会说观察 或者是怎么样 没有很急的 没有麻 没有什么影响什么 做起才需要做手术 但是因为他们是职业运动员 他们一点一点的 那改油都会影响他那个投球的知识 或者是出力点这些 所以他也是这个关系 他后来利用这个所谓赛季的休息的时间 去动这个手术 大概也要复原 大概也要四到五个月才会复 所以我们膝关节 其实是一个三个骨头过程 一个是前方的这个膝病骨 一个是我们的骨骨 一个是我们颈骨 他们表面都有软骨的覆盖 那旁边会有副刃带 里面有十字刃带 那在刚程伟茵的部分 像他头球的姿势里面 其实他的膝盖你看 后脚跟前脚 其实都会受到不同的压力 那我们滑壘的部分 其实不管是在下面的脚 或是在前面要去触壘板的脚 他都会受到不同的压力 那这时候如果姿势不正确 他可能一个旋转 比如说这是我们往外翻的时候 内侧腹刃带会受伤 往外翻可能是外侧腹刃带受伤 或是刚刚达师说的 他可能刺到 他可能十字刃带会受到拉力 所以就导致我们关节 在从小到 但因为运动选手 不可能说这是对 二十岁就马上变职棒选手 他一定从小打起 但膝盖其实用最多 因为要跑要跳 所以也会长那个骨刺出来 对 那这骨刺的形成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伤害之后 他一些碎屑 短骨磨损的磨耗的 他就掉到我们的旁边的这些关节囊 他就会刺激我们的这个骨头 他就会开始震生 就会形成骨刺 那就会引起我们的疼痛跟不舒服 他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 OK 以至于你们家里面 也有一位运动选手 讲到这个是我切身经历 主角就是我妈妈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代表学校参加这个 手球跟壘球的当补手 那尤其是补手的蹲姿 再加上他整个比赛蹲下来 他的膝盖的负担非常的大 我的印象中 他50岁开始膝盖就不太能用了 才50岁 所以到后期甚至是上楼梯下楼梯 都要我们扶着 甚至要走在楼梯的前面 怕他滚下来 大概65岁 就两只脚都患上关节 我们今天可能很多观众觉得说 我又不是运动员 那你们讲的好像跟我没有关系 其实不是哦 运动员做的这些动作 其实我们在日常当中 生活当中也是 以这个扶手的蹲字 你蹲给我们看 好 扶手基本上就是 他就一直维持在这个蹲的姿势 可是这个动作 我们平常什么时候会做 会伤到膝盖呢 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说 我们的妈妈 或者是我们的太太 他很喜欢家里维持很干净 他觉得这个扫地机器人脱得不够干净 习惯蹲着或跪着在那边 插地板 是不是 这时候就是像扶手一样 正在那个准备接球 一直蹲着 所以对他的膝盖的伤害是很大的 达斯让我们看看 刚刚补手的那个姿势跟妈妈跪着 都要替他 其实他的手套是抹布 手套就变成是抹布 对 你现在是放鬆了 现在放鬆了 然后这些小朋友叫你 有的时候是两腿跪在地上 如果两腿跪就是这样 除了弯曲以外 还有就是这个 腰的 我们的这个病骨的部分 就是达斯现在的 他的病骨就是像这块病骨 他就被跪着 压着 他就被我们的身体的重量直接压着 所以他其实受到的力量会更大 然后妈妈又很喜欢就是一直抹 一直抹 然后一直移动 一直移动 不是妈妈喜欢是因为家里很脏 然后脑会不帮忙为止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他最好就是 如果真的喜欢亲自抹 他可能就是要放一个软垫 然后跪在这个软垫上慢慢抹 最好就是用站着 用脱把脱就好了 不干净 所以膝盖压力会比较少 好 那乙居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因为你是辅居达人 像这种 像现在大家要开始大嫂出来 年官到了 要大扫除了 那就可以买一些 有固定病骨的护膝 那除了增加病骨的稳定以外 它外面有一圈 像甜甜圈的概念 你再跪下去或是你蹲累的时候 对 它可以增加一点缓冲的力量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该带的 并不是一个硬式的这个护膝 而是这种软的 摸起来它有弹性 然后应该是矽胶类的吧 是吗 所以也不能太软 对 不能太软 要有点弹性 你摸摸看 它还要用力才按得下去的 真的耶 它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软软的 感觉像那种水的那种 不是 这个像我们在做瑜伽的时候 把瑜伽垫穿在膝盖上的一样 这样解释更好 了解 OK 再来 好 第二个好了 投手投球 这个不是感觉跟肩膀比较有关 通常我们投手投球的时候 一样我今天可能 set好然后准备要开始投出去 你会发现他们一定会先把前脚抬起来 后面那只脚它会做一个往下蹲的动作 然后才可以去做推蹬 把力量往前送 所以它一定是抬起来之后往下推蹬 这只脚它就要先做一个肌肉伸长的动作 然后再往前很快的伸直 有一个很大力量的推进这样子 前脚也是一样 大师的动作其实就是刚刚它的后面的支持脚 我们刚刚它微弯 微弯下去之后 其实我们膝盖就会变得有点点像是外翻的姿势 这时候我们膝盖的内侧的复伸带 就会受到力量 其实就是像我们现在很流行 就是健身 我们或者是骑那个U-bike 喜欢骑脚踏车 那有些人骑U-bike就是上了就走了 不管是很高还是很低 很高或很低 很高的时候膝盖就完全往下蹲 就像我们刚刚前脚完全伸直的样子 然后如果是坐垫调态 就变成膝盖非常弯曲 这两个姿势都会让我们的过度弯 过度伸直 就会让它磨耗得比较大 我们膝盖最怕就是在极端的伸直 跟极端的弯曲 这是压力最大的时候 所以骑他车的时候一定要调我们的高度 OK 才可以适合我们的膝盖 好 再来这个滑蕾也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这像我们平常的什么动作呀 就像我们滑蕾的时候 刚才有讲到像盛伟刚刚讲到的滑蕾的动作 他一脚在下面 另外一脚在上面 那上面的这只脚 其实就是我等一下要去触碰蕾包的那只脚 所以通常我们会很顺的 我们可能就这样一个动力滑过去 之后踩到蕾包 我们就... 有时候是踩到蕾包都上来 对 我们踩到蕾包 然后我们就顺势做一个 顺势做一个站起来的动作 但是有时候呢 刚好没有站起来 刚好就... 对 你就直接顶到 顶到 然后它就从跑到滑 所有的动力全部都卡在这边 然后往上转到膝盖 集中在膝盖 那时候不是脚踝扭伤 就是膝盖受伤了 那这个姿势其实有点像我们从 比如说在家里修灯泡 然后我们现在都挑高 所以要垫了椅子 垫了两张椅子之后 才可以换得到灯泡 这时候有时候要跳下来的时候 就是如果姿势没有注意好 就可能会受伤 就像是我们今天从高处落下来 小朋友最爱这样跳了 真的 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 我们站起来的时候 膝盖有一个慢慢弯曲 离心收缩的这个过程 跳下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今天如果跳下来的时候 我是这样子直吸的落地 它对膝盖的负担就很大 就是它没有做一个缓冲 对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下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应该要 下肢稍微比较放松一点点的 然后我们是做一个很好的 做一个简单的缓冲这样子 就是 脚尖先着地 然后膝盖微弯 宽宽节微弯 要放轻松 对 如果我们是很直直的 就像要跳水那样 直接跳下来 要用脚跟着地 第一个是脚跟会受伤 第二个可能腰椎会受伤 还有中间力量经过的膝盖 它会颈骨跟骨骨会直接撞起一身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 其实我们要练习怎么样 发生意外的时候 或者是有必要跳的时候 要练习说我们怎么样正确地跳 不走也不行 对 因为不走它会恶性循环 肌力越差 它就越上次的原来的保护 可是你走太多 又导致软骨磨损 对 或是其他的问题发生 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病骨束带 翻脚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这只脚要膝盖要伸直 那如果再高级一点 就是来垫脚圈 这时候就给你 变超人了 因为晚上天气 对